这一组的一混淆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会常常用到 第一个,many是接可数名词的很多 much也是比较很多接不可数 some是一些它可以接可数跟不可数 most表示大部分 它可以接可数跟不可数 所以呢,这些观念 其实这个代名词 它跟名词的代替的方向就很注重 单数、复数、可数、不可数 我们随时要有这种概念 英文很注重 我们中文不太注重 所以就忽略掉了 现在我们从例子来看一看 第一题 How much money do you need? 你需要多少钱啊? 一问句 那我们讲习惯了之后 好多同学就马上觉得 How many? 这个不对 钱是不可数 所以一定要用 How much? 这个才是正确答案 第二个 第二个 Most people 大部分的人 它有一个写法 给同学做参考 这个写法是 Most of the people 这个也是正确的 Most of the people 就等于 Most people 只是写法不一样 但是内容相同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第一题 选择下 I don't have work to do Today 我没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要做 今天我没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I feel quite free 我这个很自由了 现在我们要看一看 这个工作 work 这个字可不可数 工作这个字是不可数 不可数 我们常常就会接much I don't have much work 我没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这是第一题的 Many一定是对的 那Most跟Some 好像不太合理 不能说 我没有大部分工作可以做 好像怪怪的 我没有一些工作可以做 那这个 不可数 我们常常就是 Some 一般都用在肯定比较多 所以我们还是选much 比较妥当 第二题 Many students read the book 很多学生 看这本书 这本书 这本书有特定 所以叫的 但是 但是 这个 对等子句 已经出现了 表示相反意思的 没有错 很多学生在看这本书 可是呢 很少学生能够了解这本书 很少学生能够了解这本书 这个it就是指the book 这本书 代名词 所以很少能了解的学生 就是寥寥寥 problem 大概就是一两个左右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选feel 这个才比较合理了 像这种地方 老师坦白讲 并没有什么错对可言 只是哪一个比较合理 哪一个比较接受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feel就是 几乎没有人了解 或者是了解的人太少了 就用feel 那feel就还有一些人 一些学生了解 most就是大部分学生都了解 这个你用but连接 就表示相反的意思 应该是用feel 第三题 some habits are good 有些习惯 habits习惯是好的 while while就等于是连接词 然而的意思 它等于but意思相通 但是 有些习惯是不好的 这个是考 句子的对称结构 是 有些 有些 哦 这个写作上很常用 很常用这个句型 前半段 前半段我们就是用 有些 后面接可数名词 habit 后面也是接 有些 也是接可数名词 所以动词用负数 are bad 我们这一题 因为是对称结构 同学请回想一下 老师有没有讲过 表对称的结构 我们中间可以用分号来代替连接词 老师有没有提过 有 那这一题我们其实就可以这样子改写说 哦 前半段就是 有些怎样 我们连接词用 分号代替 然后后半段又有些怎样 哎 这个是正确的哦 不要小看它哦 好了 这是我们 用 some some 来对称的语法 继续第四题 人 都有他们的缺点 weak size缺点 你看 有没有看到people people是人们 有他们的所有格式 他们所以一定是负数了 people也是负数 应该是讲人很多了 所以much不可数 much要接不可数 我们这里people是可数 alittle也是接不可数 不对 few表示少数 几乎没有 但这个不合理 应该是讲说 大部分的人都有他们的弱点 weak size就是弱点 没错 你用few反而不合理的 就变成很少人有弱点 大部分人都是很完美的人 那个就怪怪的 所以用most people 这个才比较合理的 大部分人都有他们的弱点 第五题 大部分相较是好的 有些是坏的 这个也是一样 有对称的概念 所以我们中间可以用分号 大部分的香蕉 我们可以用most banana nbana nas 这是负数 r个的 好 分号 sum 如果你不要用分号 因为前面是好的 是正面 后面是坏的是负面的 所以正反面 我们可以用but来代替比较好 用while r或者是but 有一些是坏的 r bad 用这个while 跟but 表示正面 反面 来对称 这个更棒 这比分号还要棒多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写法 老师现在讲的都是牵扯到翻译作文的写法 把文法运用在写作上 我们就会知道说 哪一些比较好 哪一些比较不好 其实没有什么错对可言 只是好不好 第六题 对顺结构 这个 有些人 看到没有 有些人 后面也是有些人 这个时候 确定 标点符号 可以用分号了 确定了 我们现在来看 有些人 some people like music 这边用标点符号 用分号 要不然你就用and 两个都可以 好 小心 这个是连接词的部分 可以用分号 可以用and 后面继续 第二句 some people like sports 运动 OK 两边有对称的概念 some some 这就是很棒的对称语法 所以中间可以用分号 也可以用and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这一组 算是在英文的文法 还有翻译写作上 是非常常用的一组 在英文的文法 这一组 都可以用分号 给你考虑的